这才是最有安全感的庇护所 他依靠着千年古树搭建而成 全程搭建不用一颗钉子 却比大多数房子更加牢固 其远离地面的设计 完全能躲避野兽的攻击 刚和老婆大吵一架的大壮 气汹汹地来到野外 无家可归的他只能选择露宿荒野 他发现三棵毅立不倒的千年古树 其坐落的位置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形 抑制不住建造基因的塔 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 首先给老伙计先安顿好 接着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给树兄来一套去搅制服务 想要在野外生存下去 首先就要利用好周边的资源 而一旁这些不成材的小树 无疑就是搭建庇护所的最佳建材 为了能彻底地征服树兄 大壮拿出了祖传的去搅神器 有了衬手的工具在手 刮起皮来都轻松许多 很快就把树兄包得一干二净 有了一堆优质的原木 加工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他把手臂粗的木棍结成所需大小 然后横竖拼接在一起 交界的地方用工具钻出相通的孔洞 就可以把木栓敲击进去 让整个木梯连接更加紧密 有了合适的木梯做服务 就可以把树桩底部用石头垫起 然后把原木紧紧地贴合在大树上 再用绳子将其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大壮一连按了三根承重骨 现在看上去非常的牢固 而后又顺手削了一根木锤子 留着后期来给原木打些 这才挑选一根金状的原木 将其稳稳放在立柱上 标记好大体的尺度后 接着用锯子打个前阵 锯出合适的线条 再用斧子进行整顿 踢砍出对应的凹槽 这样就可以将横梁精准地卡上去 交界处再用木栓进行加固 大壮准备安上三根原木 来拼接个三角形框架 好巧不巧之还没有搭建完成 天空就下起了大雨 他不得不加快前进的步伐 准备在每根木棍的交界处 继续开出对应的凹槽 然后用木棍将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三个人的爱情不靠谱 三角形的框架最稳定 在狗子的监督下 大壮也不敢有一丝怠慢 一根根细木棍砰砰砰定上去 相信很快就会有个温暖的家 这才刚刚把框架给织好 转眼间一场大雪悄然而至 这里的天气就像都爱耍脾气的孩子 动不动就要给你来两下 虽然天气渐渐冷了下来 这也阻挡不了一颗炙热的心 带着把原木包的一杆二进后 木头的一端还要凿出对应的凹槽 来给整个框架搭配上外围的立竹 有了合适的框架做辅助 顶部继续用木栓进行有效的加固 在充满节奏的敲击声中 很快就完成了一个规整的平台 冬季的森林宛如一幅画卷 但大壮并没有来得及欣赏 它继续用锋利的斧子给原木开槽 然后把原木的一端削出合适的笋头 就可以把带有笋头的一端卡上去 形成一根有效的支撑柱 接着用线绳进行绑定 至于前排的位置 大壮打算搭建的三角架 只要用一根横梁将彼此连接在一起 就能搭建出个简易的庇护所 毕竟天气也慢慢黑了下来 需要安安静静地度过这个月 有了这个防水不搭建的庇护所 不仅能保暖防风 而且晚上也可以避免野兽的清洗 随后它给屋顶安装上了照明灯 趁着天色还有点亮光 大壮继续问树胸借了几个松枝 由于这种树枝密度比较大 堆积在一起非常柔软 不仅可以给屋顶做好防腐 用来当做床体也是相当给力 随后找来几颗大石头 将其固定在一个安静的角落 准备在上方搭建个沟口台 缝隙处再用泥土进行填充 把原木劈成所需大小 为今晚的现身工作做准备 还顺手表演一下花火 做了个萤火吧 先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 随着火势烧得越来越旺盛 大壮也是顺手拿出个平底锅 放进去几片硕大的牛排煎炸一番 打上让人鼻孔敏感的想象料 看着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一抹柔光还是能驱散黑夜 大壮给自己烧一壶山泉水 好让自己随时保持体力充飞 随着第二天的到来 大壮一早就被冻醒 由于庇护所未准备高 还是防不住四处溜达的小冲乱 在补充了高热量的食物后 他去附近收紧木材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坑洞 看着内部厚重的石壁 让他有了安家落户的冲动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先把内部的空间重新清理一番 在大壮看来只有深埋在地下的庇护所 住起来才会更加温暖 随着大壮几个大开大合的动作 很快内部就清理出一块开阔的空底 这还没完他继续把一旁杂乱的岩壁清理掉 准备给整个门廊重新加固 毕竟这里以后就是自己的家 当然要好好规划一番 至于之前的庇护所 大壮打算以后再重新修缮 很快把前排的门廊加固完毕 而后去远处截断了一根躺平的树胸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先给自己搭建个石木大床 然后把原木一根根整齐滑一的排列在一起 坐上去试了是180斤的重量完全没问题 既然想要长久居住下去 首先就要凿出个洞口 打通与灶台之间的连接 然后用石头垒出个烟囱口 这样才不会有躺板板的风险 为了能更快地住上新家 他选择搭建这种平面屋底 把木棍一根根间隔着排列在一起 来给屋顶做有效的支撑 然后把钙板一片片覆盖上去 最后用黄土进行掩埋加固 现在整个壁库所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随着壁炉的火势越来越旺盛 大众顺手拿出两块猪脚 撒上让人鼻孔敏感的小香料 用锡纸包裹好以后 放进灶台里面进行烘烤 趁着加热的功夫 他收集来绿油油的苔蟹 给庇护所前脸做个精装修 毕竟是会客的地方 大壮自然要好好装扮一番 一转眼外面已经是银庄塑骨 大壮发现了一张野生的一体式餐桌 正好可以给客厅当做餐桌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气派很多 然后拿出热乎乎的猪脚饭 在无人的森林中央 吃上一顿美味的晚餐 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 当战争来临时 这个搭建在地下十几米的庇护所 保准一走一过没人能发现 富足的空间不仅能容奈一人居住 宽敞的客厅让人无拘无束 还通过自制的地下水井 成功解决掉了运水的难题 自从王德发用竹筒制作了地暖系统 在上面睡上一觉嘎嘎精神 今天一早醒来又开始干了起来 为了提升整个室内的档次 他继续用小刀给墙体上刻画出线条 好在德发手上的功夫当仍不让 虽然没有用尺子规划测量 但依然靠着双手就能勾勒出唯美的线条 这下好了就连铺砖的钱都省下了 果然是持有一剂在手胜过四亩两天 德发把内部的墙体全部给找不了一遍 而后找来这种白色的式灰岩 将其掰成小块 分别放入准备好的容器里 用水发泡后就会成乳白的粉末 这就是用来美缝的墙漆 不过在装修之前 德发顺手加工个竹条 将其一端打磨一遍 这样就可以当做刷子 给每个线条之间进行涂刷 使其看上去更具有层次的 毕竟这以后就是自己在野外的家了 自然也是尽心尽力地做好 让目击所及的地方都面面举到 现在整个室内看起来相当完美 在完成好墙面的精装修 他顺手又绑来成群结队的竹子 德发当即展示了一套祖传的打狗棍法 通过不断地敲击作用在其身 把竹子统统做成了竹片 不得不说平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竹子 在德发巧手的改造下 竟然成了天然的良心 不过这并不是用来扑坑 而是用来当做顶部的天花板 这样既能起到有好的支撑作用 而且还能防止杀毒 随着几个大开大合的动作起来 整个屋顶也算是完成的差异 剩下的就是把顶部的边边角角 再用黏土重新整一遍 其他房间也均为一体式打造 在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以后 德发并没有休息 他继续找来这种加工好的竹片 将其一根根的固定在坑洞一旁 然后用竹敏来回穿插在一起 大家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要是做个地锅机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随后去附近找来这种干枯的稻草 不得不说德发这个干净利索的手法 就知道平时也是个讲究人 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 这种稻草就是野外最佳的粘合剂 只要准备好上好的黄本 再对上82年的山泉水 这时候就发挥出稻草的作用了 再经过自己两年半的揉面技术 做出来的黏土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 想要在野外混得好 这种黏土是少不了 只见它将其全部作用在竹框上 将整个竹片用黏土铺满 单从这个手法上来看 不在工地修炼个一坤年都学不来 但凡少一天都做不到如此丝滑 野外除了丰富的木材 就是这些取之不尽的草皮 德发小心翼翼地给切成块状 将其取回来以后 一片片作用在烟囱上面 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 这样不仅可以当作排烟口 而且还能烘焙一些美食 简直是一举两端 至于大门的制作 德发自然要尽心地打造 毕竟以后这就是他在野外的家了 他用铲子把门口一圈凿出凹槽 用卷尺杖梁好以后 接着找来合适的板材以及新木棍 在德发抗案 唯有用木棍打造出来的霸门 来回进出才能更有安全感 虽然全球不用一颗钉子 但是用木栓进行固定更加牢靠 在充满结构的敲击声中 很快就得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门 保险起见他用木方又斜着加固一番 这才用竹片规划出大概的轮廓 将其作用在木板上 用铅笔标记好大体的形状 接着用锯底进行整顿 将门板锯出弧形的流行 最后再附带一个门把手 一扇厚重且结实的木门完成 在安装之前要先把门框固定好 这样就可以精准地对接上去 现在从正面看安全感瞬间拉满 就算是黑熊来了都得摇摇头 为了拉伸整个庇护所的氛围感 他继续找来相对扁平的石板 将其作用在整个过道上 虽然看着狭窄了一些 但仪式感这块一点也不能少 不得不说德发在分为绿花这一块 也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现在整个庇护所完全有了家的样子 看得出来德发非常满意 当即准备好今天的美食 好好奖励自己一番 当他拿出一只白白净净的爬鸡时 不得不说我羡慕了 身为米其林三星毕业的厨师 做一顿简简单单的地锅鸡 再添加上生命的源泉 放在卢碧子上烘烤七七四十九分钟 因为今天是洞穴竣工的时刻 为此德发特意把自己的长辈请来 来给自己的庇护所温居 不得不说就连老人看了都十分感叹 这种巧夺天宫的设计 以及室内豪华的程度 完全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老父亲也顺势洗了把脸 与此同时妈妈也采摘了一些军姑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此时的帝国鸡也已经烧至完桥 他把两个硕大的鸡腿分给了自己的父母 身体发肤受制父母 德发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 每个重大的事情都会与父母分享 至此德发的洞穴庇护所完成 现在就差个野生的婆娘